金字塔之谜由来已久,当今的科学始终给不了一个很好的解释,为什么当时的统治者花了那么大的代价修建金字塔,而不是建个豪华的宫殿? 如果说建造金字塔可以很好的防沙,在埃及沙漠地区还说得通,但目前世界各地其他地方陆续发现的各种金字塔如何解释? 在拉丁美洲,中北美洲,尤加敦半岛有18处著名的马亚考古遗址,每处皆有3至20个不等的金字塔,瓜地马拉的金字塔数量,只有请当地算导带领,在当地花上数月计算才能得知 据估计,当地大约有300到400座金字塔,加上墨西哥,贝里斯,宏都拉斯和塞尔瓦多,大约有1000座金字塔未在该区域 在欧洲,2005-2006年间,波什尼亚和赫塞哥维纳的中心发现巨大的金字塔建筑群 意大利,法国等很多国家都陆续发现金字塔,在亚洲中国中部,西安和洛阳一旦有超过200个个式大小和形式类似的金字塔 其他前普寨,印尼也都有发现,甚至在海底发现的亚特兰提斯文明也发现了三座金字塔 而且,有个特殊的现象,就是只要发现古文化遗址的地方,基本上都有发现金字塔 这个就表明修建金字塔,是世界各地古文明都有的现象,并不是古埃及特楼的 修建金字塔这样庞大的工程,像今天的科技,都感觉挺难为的事情 为什么古文明修建了这么多? 这里面肯定发生了一些故事,是我们今天还没办法证实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,世界各地都纷纷修建摩天大楼,并不断刷新世界高度 原因呢是因为城市土地有限,为了让